剛剛在戰爭年代 一個個人歷史的運輯律師還有大游人 這個是 中華民國 這是全國的會工商副理學會去大愛律師的演講 也是今年 這一場400個人 我仔細看 因為我有錄影 我仔細看 回去 然後我很喜歡看YouTube 別人的演講 然後這樣子才會進步 我仔細看 一個我講的還不錯 你看聽眾 滑手機的 沒有一兩個 還要給我一人公交給我 人家聽是不是 謝謝 然後我跟走動輸演講 因為經常站在這裡 我不是人家講 我真的會怕去 所以我那時候攝影師 謝謝大哥 所以我 台南這一場有攝影師 跟著我 跑全場 所以那個錄影起來 就會邁進 就會 會 淫然不絕出來 這位就是 調到 這位是黃中冷局長 現在調到 然後 台北也是 警政署副署長 這是一些歸賓還有一些情況 犯罪 保房科 犯罪真房 然後這是心靈禮秀圖書會 的 的 的演講 這個場次比較小 這個是去台劇美妝 這家公司在台南很有名 他沒有上市 但是他在 大陸 哪個縣市我忘了 有六千個員工 有銷歐美的 美容產品 然後那個董事長 陳東亮陳董事長 邀請我去 告訴他們的 彩虹師 怎麼給客戶畫眉毛 光一個眉毛 一直講講講講 大概兩個小時 眉毛的好跟壞 有龍眉發藥 眉毛有六害 你要先分配清楚 知識吸收了以後 你才會動左腳 對啊 我們臉可以動左腳的 都是北斷跟眉毛而已 沒有侵入性的話 沒有侵入性的話 這邊就是陳董 然後這是台南胡倫社 因為我英文程度不好 所以社長的那個 名字忘了